HELLO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詹姆熊哥 這一集熊哥的重點教室要來介紹 我們常見的球型 像這個球型 7做8 我們有好幾種選擇 那你要選擇哪一種 首先像這種球型的話 我們常常會走橫抬兩顆星 但是又怕太直 太直的時候做九號球不好做 還有一種情況 我今天在這個小洞來做示範的話 我們這橫抬兩顆星是不是要稍微用力 那用力的時候我們不準的時候 有時候這種球會得角 就是進球率就降低很多 那我給各位建議 可以的話就是非常柔的右塞三顆星 那當然很多人講說我AK點不夠柔 所以為什麼我一再強調AK點的重要性就在這裡 當你的AK點運用很好的話 你很多的球你可以做得很輕鬆 好 那我們這個帶口是1.6的 那如果說橫抬兩顆星的話 我覺得對有些年紀 或者是你緊張的時候 你這進球率真的會降低很多 再來第二個 你橫抬的話 譬如說我們走橫抬 自行到這裡 我們做太直 8號球做9號球很不方便 那我們希望做一點角度 對不對 換句話說我這個容許的空間大約是40公分 40公分左右 那如果我今天走三顆星來的話 我從這裡出來 我可以容許的角度 做8號球的空間很大了 超過六七十公分 而且它進球成功率也會比較高 因為我打得比較輕 好 現在為各位示範 右曬 那這個的話就純右曬也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再柔一點的桿法 基本上你這個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1點半 1點半到3點 這個空間都可以來 那你要判斷一下你的母球的路線 這個球打到有點卡拉口 但是角度是對的 距離比較遠 好 來 今天好久不見了 我們的小幫手 來 多多跟大家say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多多 好 再把球拿上來貼到這個顆星 好 那我現在 這個母球跟子球 貼在這個顆星點 貼好 貼幣 對 好 我們這個7號球放在這個顆星點 那母球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顆星點的正中央 所以各位你到任何一個球場打球的話 跟我的角度是一樣的 這樣也好練習 那8號 9號大約放一下 那我剛剛是打卡拉口對不對 我如果沒有打卡拉口準一點的話 會比較靠近 但基本上角度都有 就有點角度 8號球 然後你用球桿的力量來打球就可以了 好 我們來請小幫手 再拿一下 放在那裡 大概半顆球就好了 距離這個顆星點半顆球 不是 出來半顆球 爸爸拿就好了 大約半顆球 好 那我一樣 我母球也是放這個點 好 那你這時候 你就要去抓 抓進球點 那當然啦 這個下塞 我剛剛提到 一點半到三點都可以運用 不到三點 好 這進球就很簡單 你看我從這裡跑 跑到這裡 這個角度都非常漂亮 有沒有看到 都很好用 所以當你打這個小袋口的時候 或者是說 你比較沒有信心或緊張的時候 其實用球桿的力量 你AK你掌握好 然後順桿出去 他這三顆星 這裡跑到這裡 超過一公尺的空間 都可以做到八號球 非常好的一個角度 所以 像這個球型的話 我強烈建議 如果您的AK點夠柔的話 我建議走三顆星 兩個好處 第一個 子球進球很輕鬆 因為力量小嘛 它容易進球 第二個 做球的空間很大 我第一個卡拉口也做到 第二個 貼幣沒有卡拉口也做到 第三個 子球插一顆星 插半顆球 插顆星點 半顆球 也可以很輕鬆做到 所以這是一個三顆星的做球 提供大家做參考 希望您會喜歡 好 那今天小幫手好久不見了 要跟大家怎麼樣 怎麼電源關了呢 要記得 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好 那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然後還要 清洗手戴 口罩 做好防疫措施 好 那就要保重怎樣 平安 好 那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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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